2019欧客杯全国青少年12到18岁级网球锦标赛 之前在县里体育场举行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50多位的网球好手聚集 参加开幕仪式 赛事裁判长林美玲表示 虽然天后不佳 但所有的选手及工作人员都在期待着天空放晴 我们举办这个比赛就是希望 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能够多参与的机会 这次南投办这个比赛 大体上看来中部这一代的选手也真的参加的蛮踊跃的 虽然天后没有状况没有很好 但是我们选手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裁判都在现场等待 开幕仪式照常举办 但可惜天空一直不作美 最后大会宣布比赛延期 网球委员会主任委员县议员陈翰丽 为此感到抱歉 并表示六个场地都趁雨停时尽快脱干地面水了 但环境仍然不利于比赛 来自南投县跟全国的选手中够来150位 很可惜今天因为天气不作美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赛期就会来延期 请选手都到我们的中华民国网球协会的网络上面 就会看到我们正确的下一次的实践 非常对这些选手感到抱歉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包含这个六个场地 我们都是马上在拖水 可是就是拖完水以后又马上来下雨 在南投县举办网球比赛已经是第三届了 虽然欲语延期 但县议员陈翰立希望借此比赛 让南投子弟避免舟车劳顿 也达到向下扎根推广网球的目的 欧客杯为什么会在我们南投县比连续三年呢 因为我们希望说呢 借由这样子的比赛也可以让我们南投的选手 不要这么样的劳顿车舟 这样跑那么远 我们希望说借此呢 办这样子的运动呢 可以引起我们在地人的注意 来推广我们网球的运动呢 也希望呢 这样子呢 可以让我们网球呢 可以在我们南投县正式的向下扎根 2019欧客杯全国青少年12到18岁级网球锦标赛 在南投县举办今年迈入第三届 虽然欲语延期 正式比赛日期 将公告在欧客杯网球赛官网 县议员陈翰立 也希望未来能提供选手更好的比赛环境 打出亮眼的成绩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